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好 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看一些相片 感覺說很有意義 對力士的了解也比較相識 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國動兄在講到那個什麼 愛國西路 請大家看一下 這是那個時候的西門町 你知道這間什麼嗎 這間就是那個 現在的紅樓戲院 紅樓戲院 這樣看清楚了吧 那時候已經有車了 你有看到嗎 那時候先這樣 那西門町長什麼樣 請大家再看 這是日治時期的八角樓商場 因為八角樓商場就是 紅樓戲院那裡 請大家看一下 國動兄 你看那時候的車 這時候有車 那時候八角樓裡面是市場 說在日本實在有辦法 建築裡面做室內的市場 這是不容易 這就是日治時期的西門町 你從鳥看 它這都是這個樓 OK 然後呢 請大家再看 這就是那時候 日治時期 局員百貨 可能是當時最大的商業大樓 這就是那個 局員百貨大樓 你剛才說的 這個車 這個路 這也有車 後來國民黨來了 這也是局員百貨大樓 那 這個時候叫做 不對 這是建台百貨大樓外牆 這是萬獸無疆的巨型看板 萬獸無疆 對 這我來補充一段 你剛才說西門町 西門町 西門町 他們拜的那些縣 縣 那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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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流下來 你看看 日治時期的局員百貨 請大家看 這是什麼 公車 公車 你看 這裡一台 這裡一台 這裡三台 騎一機 那是浩子嗎 對 這應該是交通浩子 西化 其實我們可以看 他整個規劃 都有他的規劃 像總督後 後面那邊是隆町 在衡陽路 那些都做生理 而且下去是西門町 當中從西門町 他的立書記帶 西門町是很多 酒家 日本料理店 都是給鄉須的 他就是說 統治者構一個地方 可以鄉須的 台灣人不可以躲去的 所以是日本建牌 之後 台灣人去接收 然後我們自己 幫他一些文件 繭來 所以西門町的時候 就很繁華 很繁華 其實你看看 台南人都有那種 我是古首都的 一種 一種 一種我是貴族 我是舊貴族的 一種驕傲感 其實真的 台南人有那種 沒落貴族的一種悲哀 是 因為清條 對台南來說 他是首都 但是日本人來 因為清朝人蓋城 他那個其實是要告訴你 這是我們的防禦 這是代表我的統治基礎 日本人來 他把首都從台南遷到台北 把城牆都拆掉 其實就是告訴台灣人 改朝換代 所以他到後來都在台北 變成經營 變成他的政經中心 但是我們到現在 都還有那種覺得 我們已經是貴族 我們已經是首都之民 沒落到台南 來 來老師 我順著剛剛洪老師講的 其實日本人 不只是明治維新 他來台灣也是 遇到風土病 包括霍亂 傷害 所以 11897 他第一次提出 台灣兩個都市計畫 一個就是台北城 一個就是台中市 今天市中心區 也是清末的一個城池 所以下水道的工程 帶動了整個新的都市的改正 這樣的工程到今天還留著 還留著 所以我一直在說 整個台灣其實是這樣的一個現代化 這樣的現代化 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里程序 對一個統治者來講 其實這種主謂的首都 首善之區 是可以移動的 而且它移動 通常是有它的政治目的 譬如你本來就在台灣的北 對 所以它的政經中心 再把它從台南遷到台北 其實也等於方便自己的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它的母國 那你說巴西 巴西它本來的首都是 里約諾內如 現在有在巴西里亞 巴西里亞 為了它的開發目的 它往內陸遷到巴西里亞 是 緬甸它這一陣子也遷都了 首爾也要遷 是 都遷都遷 他說 距離北洋太近 所以沒有那種說 賺錢一個 對 沒那種賺錢一個 而且事實上 它可以因為時代意義的不同 對 或者是統治者的 政權的歸屬不同 它的性質不同 它可以做各種不同的 就像它一樣 但是 交換到人的 所以 其實是 所以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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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